出流木许是一道特别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 但是好多家人们在家总是做不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制作方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酒店里的味道 跟我一起学着做吧 首先那么这木耳太大了给它改下刀 再打入几个鸡蛋 切几个香葱段 但出锅的时候用 这个肉片呢 那胳盆里边提前来点味精鸡精 再来点料酒给它抓一个底口 抓好以后来点鸡蛋液 再来点这个淀粉 薄薄的给它上一个浆就可以 这时候呢 咱准备一个空碗 来少许的醋 再来点酱油 醋呢 稍微比酱油多一点就行 味精鸡精白糖 白糖呢 稍微多一点 再来少许的清水 放一点蚝油 最后啊 来点这个水淀粉 给它调拌均匀以后备用 咱们这个肉片在花油的时候啊 油温稍微低一点 这样划出来的肉片啊 炒出来以后口感特别的嫩 再把那木耳给它传一下热 迅速的给它捞出来 控一下油备用 锅内留少许的油 咱们这鸡蛋呢 给它煎一下 小伙慢慢的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 注意啊 鸡蛋不要完美的搅动它 让它成大块最好 接下来啊 你可看好了 咱们把这葱花蒜片给它炒一下 以后 把那所有的原材料给它倒里边 快速的翻炒均匀 这时候呢 咱们把那堆好的这料汁 给它倒里边 这时候把煤气啊 稍微开的大一点 爆出香味以后 把这香葱段放里 再来点香油 快速的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即可 这小菜在家 您像我这么做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赶紧收藏起来吧 感谢您的支持 以后